有民眾心痛的投訴說 把家裡八歲大的博美犬 送到台中北屯 一家知名寵物美容院美容 然而卻被寵物美容師這一巴掌 朝狗狗的頭扒了下去 當場癱瘓爆病 轉換了美容師事後解釋說 是狗狗咬我 反射動作拍他一下 希望冷靜下來 四組林姓姐妹痛失愛犬 怒告業者 林小姐提供的寵物美容店內監視器拍下 美容師洗愛犬的過程中 突然用手大力拍打了江江的頭部 接著狗狗四肢瘫軟 頭往後昏了過去 美容師發現事情不太對 也跑來找同事幫忙 洗到一半休克 然後送到獸醫院急救 我不到十分鐘赶到獸醫院 就跟我說他死掉了 林小姐說 他就是把宛如家人一般的愛犬 送到台中市北屯這一家 網路上的平價高達4.7顆星的 知名寵物美容店 幫愛犬洗香香 沒想到才剛送進去不到半小時 就接到美容店的緊急電話 真的沒有事 我說你打他嗎 他才說對 然後完全都沒有任何的一個回憶 或者是說 記者重回遭控的寵物美容院 業者不願回應 但美容師先前曾對外解釋 當時狗狗在清洗身體的時候 情緒激動 咬了他一口 他才拍了一下 希望狗狗能冷靜下來 事後也沒有要隱瞞自己的行為 只是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自己也心急了 才會沒有說出來 但林小姐質疑 美容師當時都有戴著手套 而且影片中也沒有明顯看到 講講有咬人 店家的負責人到了晚上才打電話來 他說知道這件事情 看到了影片也很驚訝 林小姐一張張照片都是幫愛犬慶生 或是家人一起出遊 求愛犬暴斃真相 林小姐已經向警方報案 警方有傳訊店家相關人士 三人到案製作筆錄 以動保法及毀損罪偵辦 藉台中採訪報導